一起喝咖啡 在主流民意的大框亞巷 好好談談 胡台銘上週拋出邀柯喉喝咖啡談合作 但一個禮拜過去了 三人還是沒見面 就連曾經麻吉麻吉一起看海的柯文哲 竟然說喝咖啡會心急 喝喝茶這樣講話有什麼關係 我發現我最愛喝咖啡會心急 所以喝果汁好了 大團結咖啡怎麼喝還是未知數 但現在柯文哲接連拋出 跟政黨領袖對話 似乎沒有郭台銘的角色 我也很樂意跟柯文哲主席 避免造成民進黨躺著就當選 國民黨一定會凝聚所有的力量 讓做不到的民進黨換別人來做 這就是我們的態度 藍白鎮營沒來演去 恐怕也是因為郭台銘一邊要喝咖啡 一邊又喊辯論 還說被當成敵人 我這個人不喝咖啡的 喝咖啡一個代名詞 我這個人喝奶茶三個候選人 大家能夠來團結來勝選 藍白在野合作會不會演到最後只剩柯喉沒有郭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國民黨和民眾黨最晚10月底一定要整合 因為11月就要登記參選 而且要放下不當副手的想法 才是在野唯一勝利放城市 國民黨跟民眾黨來講 現在看起來他們也刻意地去避開郭台銘的角色 我認為這個合作最晚在九月底之前 事實上就應該要初步的會談 藍白和冰月郭 態勢似乎逐漸浮現 畢竟郭台銘民調淪為老四 柯喉郭三方陣營各懷鬼胎 算盤也打得金 三連七五黃金的榮本